OBDR故障代码技术说明,转向力控制模块通讯丢失,这意味着什么?这是适用于大多数车辆品牌和型号的通用通信系统诊断故障代码。该代码表示转向力控制模块,SECM和车辆上的其他控制模块没有相互通信。最常与之通信的电路称为控制器局域网总线通信,或简称为CAN总线。 没有此CAN总线,控制模块将无法交换信息,并且您的扫描工具可能无法从车辆获取信息,具体取决于受影响的电路。SECM接收来自各种传感器的输入,其中一些直接连接到它,一些通过总线通信系统发送。 这些输入允许模块提供电动助力转向系统。这些系统仅提供辅助,因为转向系统仍然存在机械连接。通常,这些系统可在乘用车和轻型卡车上找到,但可以在制造商认为适合其他替代应用的情况下使用。 故障排除步骤可能会有所不同,具体取决于制造商、通信系统的类型、通信系统中的电线数量和电线颜色。 点。严重程度和症状。在这种情况下,严重性取决于系统。由于电动助力转向系统为车辆提供唯一的动力转向,因此应始终谨慎使用该系统。 同样,对于这些系统来说,安全也是一个问题,因为一旦这些系统出现故障,就无法使用助力转向辅助系统。 U0130发动机代码的症状可能包括,故障指示灯亮起。动力转向损失。原因,通常,设置此代码的原因是,在CAN总线加电路中断开。 在CAN总线电路中断开,任一CAN总线电路中的电源短路,两个CAN总线电路中的对地短路,打开电源或接地至SECM模块最常见。 很少有故障的控制模块。诊断和维修程序。一个好的起点始终是检查特定车辆的技术服务公告TSB。 您的问题可能是制造商提供的已知修复的已知问题,可以在诊断过程中节省您的时间和金钱。 如果您的扫描工具可以访问故障代码,并且从其他模块中检索到的唯一代码是U0130,请尝试访问SECM模块。 如果可以从SECM模块访问代码,则U0130代码是间歇性代码或内存代码。 如果无法访问SECM模块的代码,则其他模块正在设置的U0130代码处于活动状态,现在问题就在那里。 最常见的故障是SECM模块断电或接地。 检查为该车辆的SECM模块家电的所有保险丝。 检查SECM模块的所有接地。 找到车辆上地面连接点的位置,并确保这些连接清洁牢固。 如有必要,请取下它们,用一把小的钢丝刷和小苏打,水溶液清洗一下,并清洁连接器及其连接处。 如果进行了维修,请清除内存中的诊断故障代码,然后查看U0130代码是否返回,或者是否可以与SECM模块进行通信。 如果代码未返回或通信重新建立,则保险丝,连接很可能是您的问题。 如果代码返回,请在您的特定车辆上找到Can-C总线通信连接,最重要的是SECM模块连接器。 在拔下SECM控制模块上的连接器之前,请断开电池复级电缆。 找到后,目视检查连接器和接线。 寻找刮擦、摩擦、裸线、烧伤点或融化的塑料。 拉开连接器,并仔细检查连接器内部的端子、金属零件。 查看它们是否看起来已被烧焦或是否有绿色表示腐蚀。 如果需要清洁端子,请使用电触头清洁剂和塑料硬毛刷。 让其干燥并在端子接触的地方图上游知。 在将连接器重新连接到SECM模块之前,请进行以下几项电压检查。 您将需要使用数字符特表,DVAM。 验证SECM模块是否有电源和接地。 可以访问接线图,并确定主要电源和接地在哪里进入SECM模块。 在继续操作之前,请重新连接电池,而SECM模块仍处于断开状态。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连接到SECM模块连接器中的每个B加电池电压电源,并将电压表的黑色导线连接到良好的接地。 如果不确定,电池复级始终可用。 您会看到电池电压读数。 确认您也有充分的理由。 将电压表的红色导线勾到电池正级B加,黑色导线勾到每个接地电路。 再一次,您应该在每个连接处看到电池电压。 如果不是,请修理电源或接地电路问题。 接下来,检查两个通信电路。 找到Can-C加或HSCAN加电路和Can-C或HSCAN电路。 将电压表的黑色引线接地,将红色引线连接到Can-C加。 在关闭引擎和开关键的情况下,您应该会看到约2.6伏特的电压并略有波动。 接下来,将红色电压表导线连接到Can-C电路。 您应该会看到大约2.4伏,并且会稍微波动。 其他制造商显示的Can-C电压约为0.5伏,并且发动机开关键的波动。 检查制造商的规格。 如果所有测试均已通过且仍无法进行通信,或者您无法清除U0130故障代码, 那么唯一剩下的事情就是寻求经过培训的汽车诊断专家的帮助, 因为这将表明SECM模块发生故障。 这些SECM模块中的大多数必须针对车辆进行编程或校准,以便正确安装。